迅速台风逼近很多人出游行程都被打乱了 像是有游客呢 原本计划要在花莲旅游三天两夜 现代遇上了台风来搅局 只好提早退房 只会好早信 另外太鲁阁公园境内步道也受到影响 目前泰管处也已经张贴公告 将出入口给封闭 至于和欢山则是有远景在山下高举宣导牌 为了民众安全起见 宣导大家在11 12 13号都不要前往和欢山 参数台风步步逼近台湾 就怕山友这个时候来爬山会发生危险 和欢所的远景在11号来到和欢山下高举宣导牌 要劝离想来登山的民众 不只和欢山不能前往太鲁阁公园境内的步道 包括像是崇德步道以及沙卡荡步道 也因为台风的影响陆续封闭 泰管处也已经张贴公告 提醒民众要随时留意防台资讯 花莲知名景点因台风搅局预防性封闭 也打乱外地游客出有兴致 我们要有在读书 有办公办读书 就是我们要开学前的 然后出来玩一下 就刚好遇到台风就扫兴 这一对夫妻三天两夜的花莲行 就怕会碰上强风好雨 只能提早退房结束这一趟短暂的旅行 虽然无奈 但台风天还是安全最重要 只有陈津叶花莲报道 新北今天本土在家里 幼儿园群居然受到了控制